赵薇和周勋作为中国优秀的女演员,一直影响力很大,2018年4月21日,第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,2017年的秒章大会拉开了帷幕,到场的就有赵薇和周勋等人。 而这也是继赵薇和周勋合作画皮之后久违的一次同框,画皮女主再次通牌,二人又被拿出来比较了,当天,赵薇身穿纯黑长裙,内搭浅蓝了四寸衫,女人为十足,而大赵薇两岁的周勋则穿了一件白色補修搭配吊弹黑裙,少女为十足,二人并坐在一排, 中间还隔了导演李少红和张艺谋,后来,李少红和张艺谋离开座位,赵薇便离开了自己的座位,来到周勋身边,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。 谢谢思雨,像久违的朋友一样,热聊了起来,而这似乎也是在向媒体证明,不像外面传闻不和一样,两人关系其实没有问题。 在电影协会盛典结束后,4月22日,赵薇在某社交软件上展出女周勋、张艺谋、冯小刚、李少红、甜壮壮的多位电影人共同聚餐的合影,并配完爱电影爱艺术和赵宗亮点满满。 除了冯小刚和张艺谋同化之外,赵薇和周勋的合影,也是亮点满满,和赵宗,周勋的手,很自然地呆在了赵薇的肩膀上。 一个小小的动作,便立着二人姐妹情深。赵薇和周勋传出不合的传闻,是因为两人合作主演的电影画皮时,都是主演,但女艺和女儿却备受争议。 两家粉丝自然认为自家的偶像才是真正的女主角,由此开始互吭。 不过也有媒体报道,二人不合是因为片酬的问题。 还有被广传的一个,是二人在拍摄电影的时候,闹出的椅子风波,因为赵薇趁着周勋不在,踢开了周勋的椅子。 周勋发现后找赵薇理论,然后把她的椅子也踢了。 之后便因为这把椅子传出不合传闻,而二人在合作画皮之后,也确实没怎样,莫在公开和提过。 此次再次同化,二人立正姐妹情深。 有网友表示,都是一些粉丝系多,人家当事人没啥事,本来就没有不合,赵薇和周勋永远都是好朋友。 其实人红是非多,今天传出谁谁不合,明天传出谁谁脑袋,都是很常见的事。 但赵薇和周勋二人再次同化,定没有看出二人有多生疏来,的确像是久违的老朋友一样。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?你觉得赵薇和周勋两人不合吗?